中文字幕——YK 上海银行的行长,王岐山助记原话,是他推荐给去上海银行当行长的 是他给江边恒礼物,因为上海银行是江边恒的 说答应过范伊贝行长要到人民银行副行长 未来郭树清要回来当行长 这是江边恒先生和王恩科先生、李友先生三次会面说的话 这是这个李友和王恩科先生和范伊贝行长在盘古四合片十一单元说的话 我说这盗国贼我不是胡编乱糟 海航就在2015年股票做空这件事是最大的背后回数 其中就是王岐山、周小川、潘工胜、范伊贝人民银行副行长 人民银行副行长范伊贝你这个骗子流氓 你从上海银行当行长,王岐山把你派出 跟江家开始做这个金融机构做勾兑 到你到人民银行副行长 你做下的饿你自己知道 中国不动王斌马明哲 不动董文彪 不动红旗 不动这个李一飞 中国人民银行 原来上海银行长 李一飞 不动上海星线银行的行长 不动这11个所谓人 王岐山不会出事 听说最近啊 中国人民银行可能是啊 周亮要出事 这个李一飞可能要抓起来 那么这些事情都和中心什么关系呢 我可以告诉大家 中心贪污的钱是几百亿几百亿的贪污 而且不但贪污了钱 还跟美帝国主义勾结用他们话说 被人家渗透 而且有卖国罪 基于此啊 所以这件事就复杂了 谢谢大家